我們講一下如果0的大於等於一次方 我們一次過講完它們會等於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看 這個很簡單 其實它等於什麼 就等於0乘以0乘以0乘以 不知道多少個0 總之這裡有很多個0 那這裡多少個呢 那就是x個 等於x的0乘在一起 但是我們知道這裡當中 其實x最少是1 如果當x最少是1的時候 即是說這裡有一堆東西 其實它一定有一個0 一定有一個0 那剩下那堆東西 那其實我們怎樣乘呢 其實它都是0 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0 0四多少都是0 所以其實我們會得出 原來 只要是0 至少1的次方 那其實呢 就會等於0 那我們研究一下 那當我們知道上面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呢 就不如看看下面那個狀況 如果是0的1 over x次方 那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呢 可以寫0的x次方 0的開x次方 那我們給這個 名字叫做y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 y的x次方 就等於0 對不對 那當然 這個x呢 也都是會跟上面 是大於等於1 對不對 那我們求回個y出來 那大家呢 一眼就其實已經看得到 什麼的x次方等於0啊 我們看看上面 我們看看上面 這裡已經寫了x的 這裡已經寫了0的x次方 等於0 對不對 那其實呢 我們要知道呢 這個y呢 我們一看就知道 其實它可以是0來的 那個y 可以是0來的 對不對 那y是0呢 就對了 那當然啦 我們要看看 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呢 那其實呢 我們看看 y的絕對值 大於1的話 我們會發覺 其實呢 它是不可能等於0的 對不對 這個x呢 越來越大的話呢 那其實呢 它是來0 越來越遠的 對不對 就不會是0的 那當然啦 大家可能會說 咦 不是啊 這個y的絕對值 如果是小於1呢 對了 我當y不是0啦 但是它絕對值小於1的 那 它的次方越高的時候呢 它也是趨向0的喔 對不對 沒錯 是這樣 它的極限是0 對不對 如果是 這個 這個 y呢 是 絕對值小於1 但是又不等於0 那它的次方不斷增加的時候呢 那極限會是0的嘛 但是呢 極限還極限 我們現在不是極限 我們現在呢 XY也是一個實數 你給一個實數的時候呢 那其實呢 即使它去到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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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接近0呢 其實它是微量來的 它就不是0來的 那所以呢 這個情況呢 我們呢 就會說呢 其他的數呢 其實都是不適合的 Y呢 是0才可以用的 咦 不是喔 講漏了兩個數 只有1和負1呢 那1呢 很簡單 1幾多次方都是1 對不對 那負1 都不是啊 負1幾多次方都不是0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會發覺呢 其實呢 它是只有0 它只有Y呢 Y只有0呢 那才是我們的正確答案 那所以我們會發覺呢 就是什麼啊 就是原來這一塊東西呢 這個是等於0的嘛 是不是 這個就是Y 那Y我們發覺是等於0的嘛 那其實這個Y呢 就是這個呢 就等於0的嘛 我們看看這個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這個X 我們都是在說這個X的 由頭到尾 我們都是在說這個X 那的話呢 我們這個 那如果那個X是1呢 那0的一次方當然是0啦 是不是 那X呢 有權大過1的嘛 那如果X大過1的話呢 那其實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會是呢 1 超過X呢 就會是呢 一個 寫出來啦 也就是說這個0呢 這個X 這個0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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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超過X呢 其實它是一個0至1 之... 啊... 啊... X呢 可以是1來的 所以呢 它是... 可以等於1的 就是... 大於0 小於... 或者等於1 的一個數來的 對了 那呢 這個這樣的... 次方呢 0的這個次方呢 就會是等於0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東西的話呢 我們串聯上面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發覺呢 只要是0的... 啊... 我們寫另一個符號啦 今次寫2隻啦 只要... 其實它是正數的話呢 只要它大於0的話呢 那就是正數啦 即是說0的正數次方呢 那... 其實呢 都會是0的啦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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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0的... 正數次方都是0的啦 是吧 那我們一次過呢 就已經去講完 正那邊了 是吧 是吧